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百万网红徐亚莉在她过世的三个月后突然开启了直播 正当大家摸不着头绪的时候她开始分享 如果你要成为网红得要有几个诀窍 但过程中她所提到的几个网红 其实台面上跟私底下的形象差得非常远 甚至说谎诚信只为了让粉丝相信他们的人设 网红的世界远比吃瓜民众想的还要复杂 为了毁掉看不顺眼的人 还为了向方设访挖洞给对方跳 基奇大片不断上映 但朋友大力推荐绝世网红 说有很多的惊喜 你应该会很喜欢 于是嘉义便一头叠进了网红的世界中 了解内部的丑陋面外 还有那一张张 说变就变了脸孔 首先来聊剧情吧 我们女主徐亚莉以前是纺织厂的千金 但家里遇上了些状况 于是他们便破产了 现在的她是一个化妆品销售员 她靠着自身的美貌与独特的穿搭 让顾客愿意相信并支持她 在某次的意外中 她遇上了过去高中的朋友 而她现在是IG网美 还是嘉宾会的重要人物 只要在嘉宾会的网红都代表了一定的地位 徐亚莉在受到刺激后 决定要成为一位网红 让这些虚伪的女人们得到应有的教训 可她没想到的是 当她越来越红了 自己的行为举止 也开始转变成她所厌恶的人会有的反应 于是她决定改变自己回归初衷 但原先一直停她的BBB Famous 一个玻璃心碎决定不再支持她 反倒找上那些网红将徐亚莉跟她的对话记录 移花接木成想要的样子 让她从最高级的网红跌落神坛 为了揪出幕后黑手 徐亚莉等人携手合作 弄了一个假死的戏码 不到最后一刻她不会上罢甘休 现在历世代族群多数的梦想 是成为网红或是YouTuber 因为他们所看见的是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但我们得先问问自己 为了成为网红 你可以做多少的牺牲 是把自己的个性抛之脑后 塑造成另一个自己 还是不顾自身形象 用尽各种手段 都要将竞争者拉下来 你有考虑过这些吗? 嘉宜之前在行销公司上班 在观影的过程中 看到网红们的人设时 真的是心有戚戚 很多人的梦想就是成为IG网红 看着他们光鲜亮丽的一面 觉得只要跟他们一样 人生就能够一帆风顺 但你觉得网红这两个字 代表了什么呢? 他不只是成功 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过去如果要成功 得要做的事情很多 现在只要你能够在某个时刻 抓住众人的目光 那你就成为了网红 当然网红有分好坏名声的 就看你想成为怎样的网红 但要当网红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人设 如果没有自己的品牌价值 你就无法让这群粉丝们死心塌地的追随你 而且你没有看到的是 为了成功 这些网红付出多少的努力 尤其是在他们刚走红的时候 尝过一些甜头 他们意识到红代表的含义后 无论是整形、健身 甚至是扭曲自己的个性 他们也在数不息 因为这些代价能换来的结果 值得他们这样做 你在看完影集之后 能够为了成为网红 做到跟主角们一样的决定吗? 再来影集也提到现在很夯的 Deep Fake 换脸科技 但加以想象不到的是 就连现场的直播 都能够有换脸的功能 是直到倒数第二集 观众们才意识到 原来直播的女主 其实是她的好闺蜜 为了实现女主的复仇计划 她换上女主的服装 化好完美的妆容 一切就绪后 所有吃瓜群众被他们骗的同时 也让背后捅到了网红 受到英勇的教训 当然影集为了追求戏剧的张力 将网红们的个性浮夸化 让观众们更能够带入剧情中 为女主打抱不平的同时 也期待后面的集数 女主会如何对待 这群忘恩负义的网红们 给一个心满意足的结局 看戏归看戏 现实的网红 并不是所有人都跟他们一样的 这边得要聊一下黑粉了 当你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 不会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 总是会有那么一群人看不惯你的出现 于是在网络上面发起攻击 嫌弃你的一切事物 甚至捏造事实 只为了把你从神坛上拉下 就像BBB Famous 从原先支持你到最后抹黑你 一切都来得太快太突然 不过对于BBB Famous 加一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同情 因为你自己选择了一条 跟这群网红一样虚伪的道路 羡慕他们每天吃好用好 花多少钱都不在意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些网红炫耀的话题 其实很多都是鬼扯 为了是让人羡慕嫉妒 进而吸引到更多人来追踪他们 才能够谈到更好的合作条件 可是BBB Famous哪会知道 他们一直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允许 每天上下班却提着名牌 假装自己是个有钱人 来这边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打发父母 下班回到早晚的家 也没有想好好打扫 只是坐在电脑桌前 想着如何造假事实 最后被别人发现真相 崩溃大喊嫉妒羡慕 再来上演一场跳窗秀 就以为什么事都没了吗 今天会有这样的结果 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你能够选择的路有很多 例如又空闲的时间 学其他技能 甚至做第二份工 想办法投资自己 激励自己成为网红 这样才能够拥有他们享受的一切 用真面的方式看待 才会有不同的结局 你也跟嘉一的看法一样吗 最后嘉一觉得影集应该有第二季 首先女主过去的身世还没有完全揭露 即便有提到爸爸的纺织场倒闭 可过去的她看到最后面 还是一知半解 再来影集最后出现的男主是全新的面孔 或许制作方想要看一下影集的口碑如何 再决定是否有续集推出 以目前口碑爆棚来看 就让我们期待第二季的到来吧 总结 爵士网红事部值得一看的影集 如果你对网红世界一直有个憧憬 想了解内部的运作方式 或是身为一个行销人 要想办法帮公司行销 这部影集都非常适合你 你想成为一位网红吗 你做好一切的准备了吗 我是嘉一 我们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部影片见 我们下部影片见